再来看这是想当霸王车吗 这是陆克一家三口花了七千块钱 从这个墾丁包车想要去体验花莲之美 到花莲之后碰上了下雨天 哪也不能去 这个陆克竟然气不过 跟小黄司机发生了严重的口角争执 不想付钱 最后连警方都来了 女子人就站在车站门口大呼小叫 越讲越生气 不光女子草就连身边的壮汉老公 这下也加入战局 小孩子就站在旁边观战 计程车司机试图解释 似乎连话都插不上 就是因为经不起计程车司机的游说 这陆克一家三人 可是从台湾的最南端墾丁 搭了计程车来花莲游玩 没想到这一道花莲却碰上了雨天 出游计划整个被破坏 也惹火这陆克一家 花了7000块钱的继承车费 除了买伴手里啥也没看到 旁边的车司机有向他道歉说对不起 说这个因为这个过程没有说清楚 然后就付了他一半车支 本来讲好是7000块 后来付了3500 不过气候本来就不是运奖可以控制的 透过居中协调最后小黄司机 可是将车子减半 不过出游的开心心情 恐怕不是金钱所能弥补的 记者红本窍 花莲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